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淡江大学机械系杨龙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 由教育部风能与海洋能教学联盟中心所企划的 淡江大学来制作的风力机系统与结构模组课程 风力机系统结构力学的第四部分 合研所风机地面动力测试 本课程的第四部分 原来是编辑风力发电与结构 包含五个子题 包含风的形成 空气力学设计力学的基础 风机它的设计的一个基础 还有离样风电的一个基础 最后是风机地面动力测试 不过前面四个主题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内容里头 都已经陆续有介绍过了 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精简来符合我们一般数位课程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这边呢 直接来介绍第五个课题 就是风机地面动力测试的部分 也就是动力平台 Dino的介绍 这是合研所的中小型风力机的技术的一个平台 那么他们中小型风机是合研所 他们机械系统组别下面的一个风力工程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项目之一 那么中小型风机它的制作呢 它需要多方的合作 那么如果这个图形里面所显示的 像是发电机的这个叶片的部分 它是把它的需求开出来之后呢 那么再请外面的厂商来制作的 那么其中有90%的部分 是由我们国内的一个公司来制作的 那么只有10%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 像是轴承 这个是由瑞典的SKF公司来制作的 那么这些所有东西都做完了之后呢 再一起送到合研所来进行组装 跟测试 那么这个详细的设计技术跟标准验证的一个实物的部分 同学们可以来参考WB3课程里面的第四个部分的一个内容 好 图形显示的就是地面动力测试平台的这个部分 那么合研所他们在提供这个动力测试的部分呢 在国内是很少见的 那么它目前呢有提供四个部分的一个服务 我们从图形里面可以看到 有包括25k瓦的跟150k瓦的两种规格 那么在分别针对他们发电机的效率 还有整体在地面测试上面的一个整体的效率来进行测试 提供这样的服务 好 这个是整个动力平台Dino的这个架构的一个示意图 那分整几个分项的一个部分 那么合研所在这个有关于25k瓦跟150k瓦风机 这个整体的效率的测试方面呢 那么它整个的尺寸是310公分的一个长度 220公分的宽度跟高度 那么风机发电的一个这个部分呢 在发电机的部分各位看到是在这个图形的右边的部分 这是最右边式发电机 那么中间呢它会有个万向接头 万向接头 那接着它会接续到这个扭力计 减速计 然后最后到200k瓦的一个动力计 那么其中我们来看它所有的这个使用的单元 在驱动四伏马达的部分呢 这个200k瓦的这个动力计的部分呢 它是使用日本日本这个富田公司 他们系列出来的一个额定转速1000rpm的一个机组 那么它的最大的扭矩呢是400 大概是460kgm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那额定的扭矩大概是在195kgm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380伏特的一个额定电压之下呢 它的电流大概是在367安培 额定的一个频率是50Hz 我们再来看减速机构 就是减速机的部分 那么减速机呢 是用来配合在不同k瓦 不同瓦数的发电机 它在工作的时候一个匹配的使用 匹配的使用 那么它有两种的大的规格 跟四种档位 四种档因为我们把空档拿掉 它有三种减速的档位 我们先来看150k瓦的部分 150k瓦的部分呢 它的减速是你这个整个转速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我们风车 这个叶片的转速是1000rpm的话呢 那么它最后的这个转速大概在48个rpm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是有关25k瓦的部分呢 它的就有两种减速比 那么如果是原来25k瓦的风机 它的转速是300rpm的话呢 它以1比1的一个比例来看 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低转速的一个配比 那另外有一个高转速的一个减速比 4比1的部分呢 它会减到60Hz 60Hz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形 那整体的这个减速机呢 的3D11图就如同这个图形所看到的一个样式 那整体的三维外购 跟重量呢 会小于1公噸 那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测试平台的部分 那这个测试平台事实上就是一个SYZ的一个定位平台了 那么在上面呢 我们包括扭力机 减速机 还有最后的动力机 刚才也介绍过的 我们都会一起放在上面 一起来做测试 那整个平台透过马达 透过螺杆 还有这个导柱等等的一个装置呢 可以来做上下跟左右的一个定位 那定位的这个移动范围大概是在100个MM左右 那么定位精度可以到达1个MM之内 那整体的平台的负载的能量高达3吨 那这个是它整个这个风机地面测试的一个流程 大概有6个流程 那一开始是由这个电脑里面的 ManLab的一个程式的部分的执行 它把这个程式它所需要做的这个转速的设定 那么准备要把它 制作这个程式的执行 那么送到后面去 那么一起来做监控 那第二个部分是它来控制 控制这个一个界面 它的一个界面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变频器 那变频器最后就是要去转动 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风力机的一个测试 那包括后面的这个动力的平台 还有包括整个街道风机的本体 最后完成抽测或者抽载的一个测试 来去测定整个发电功率的一个大小 好我们来看一下150k瓦这个风机 它一个实际的一个抽载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实际的这个抽载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画面 那这画面上显示是这个在执行时候的一个输出的结构 你也可以看到有包括电流啦 电压啦 频率啦 输入的功率啦 还有输出的功率啦 还有最后的效率值 那各位同学特别去注意这个效率值这个部分 那么当风机呢 它的转速到达35个RPM的时候呢 它的效率呢就已经大概到达90%了 那当我们进一步把我们的转速再提高到更高的50Hz的时候 50个RPM的时候呢 最后它的这个最高的效率可以到达大概94.7% 那么底下我们来看这个150k瓦这个风机 它在进行抽载测试的一个实际的影片 这个影片非常珍贵 所以我们感谢合研所特别帮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影片 Test 2 HUB展速10 20 7.2 MV MV 3 MV MV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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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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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